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过后的废水 像是洗衣服的水含有洗洁剂 洗澡水中含有肥皂液 冲马桶的水含有有机物、维生物 还有工厂排出来的废水 也含有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 这些含有污染物废水 对我们的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不论是家庭用水、农业用水、还是工业用水 食用过的水都会受到不同种类物质的污染 而对生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水中若有过多的有机物污染 维生物在分解这些有机物时 会消耗水中的溶氧 造成水体缺氧 维生物在缺氧的水体中分解有机物时 会产生臭味物质 缺氧时也会使鱼类等水中生物难以生存 所以会用生化需氧量BOD 或是化学需氧量COD 来表示水中有机物的污染程度 BOD或COD值越大 表示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质越多 分解时所需要的氧气越多 当水中含有过高的硝酸盐 磷酸盐等植物的营养素 会使水中的藻类迅速大量繁殖 造成水质的优氧化 而后会因藻类腐败分解消耗水中大量的氧气 导致水中溶氧量下降 造成水中生物衰亡甚至绝积 此外 由于工业废水中 可能含有重金属离子 因此必须依不同的重金属 加入适当的试剂 使其沉淀处理后才可排放 否则重金属离子 如隔 拱 铜 等 在极低的浓度下 就足以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危害 人类不断地在产生废水 但我们学过水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又是怎么有足够干净的水 供我们日常使用 我们知道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处理净化过的水 但你知道自来水厂的水处理过程中 会去除哪些物质呢 你都想到了吗 因陆地上有不少矿物质可以溶于水 因此自然水中 或多或少含有矿物质 有机物质 并且混杂着悬浮物和微生物等 而自来水厂就是透过沉降 过滤 吐气 及消毒等步骤 除去水中的悬浮物质 造成水中发臭变色的有机物质 微生物等 将水净化成家庭可使用的自来水 首先 去除水中的固体杂质和悬浮物质 自来水厂引入原水后 会加入铝盐 如铭帆等凝聚剂 以吸附较小的悬浮为例 促使水中杂质凝结成小颗粒 并透过静置的方式 让水中杂质因重力而沉降于沉淀池池底 这个过程称为沉降 然后 再将沉降处理后的水 通过细沙层过滤 以去除杂质 接着 去除造成水中臭味与颜色的有机物质 将水继续流过活性碳滤床 利用活性碳吸附未被过滤去除的有机杂质 达到除臭除色的目的 此外 由于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时需要氧气 因此可透过瀑气方式 将空气打入水中增加溶氧 来促使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 最后 在水中通入氯气或臭氧来消毒 杀死水中的细菌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 你注意到了吗? 自来水的处理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去除溶解于水中的矿物质 若原水中含有较多的钙离子、铭离子 那么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就会是硬水 然而硬水受热后容易形成碳酸钙、碳酸酶等盐类沉淀 形成水垢 想一想 水垢在水管中 加热的锅炉中 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你想到了吗? 水垢若堆积在水管中 形成管垢 会造成水管阻塞 沉淀在加热的锅炉中 形成锅垢时 则使锅炉的热传导效果降低 浪费能源 锅垢太厚时 还可能会导致锅炉局部过热 破裂 在工业的高压系统中 甚至可能引起锅炉爆炸 所以 要想办法将硬水软化 除去硬水中所含的钙离子和铭离子 想一想 下列这些方式 是否可将硬水变成软水呢? 你答对了吗? 这些都是可以将硬水软化的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暂时硬水中的碳酸氢钙和碳酸氢铭加热后 容易形成碳酸钙和碳酸铭沉淀的性质 或是加入苏打粉 使其于硬水中的钙、铭离子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碳酸钙、碳酸铭沉淀 然后再过滤出软水 而离子交换法 则是让硬水通过含有钠离子的天然泡沸时 或洋离子交换树枝的管住 利用钙离子、铭离子与泡沸时 洋离子交换树枝结合力比钠离子强的原理 当硬水流入含有钠离子交换树枝 泡沸时的管中时 水中的钙离子、铭离子会与钠离子进行交换 而流出的水即为含钠离子的软水 当树枝使用一段时间后 管住上的钠离子会越来越少 而不能再软化水 此时只要用饱和食盐水浸泡或冲洗树枝 使其重新吸附钠离子 还原回干净的树枝再生 就可重复使用 学习完水污染与处理后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1.水污染 硝酸盐、磷酸盐会造成水质优氧化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质越多 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越大 两者都会使水中含氧量降低 使水变臭、混浊 甚至造成鱼虾死亡 而重金属离子则会污染农田与水中生物 极低浓度即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危害 2.水处理 去除悬浮物质时 可加入铝盐等凝聚剂 促使悬浮微粒凝聚 并在静置时沉降 然后再透过细沙层过滤杂质 要去除水中的臭味颜色 会采用活性碳吸附有机杂质 除臭除色 或是加上铺气法 打入空气增加溶氧 加速维生物分解有机物质 去除维生物消毒 则是透过强氧化剂 如氯气、臭氧 杀死维生物 暂时硬水软化可采用 煮沸法 利用暂时硬水加热后 会形成碳酸钙和碳酸酶沉淀 过滤后移除水中钙离子、鎂离子 苏打法 加入碳酸钠 会和水中钙离子、鎂离子起化学反应 形成碳酸钙和碳酸鎂沉淀 过滤后移除水中钙离子、鎂离子 阳离子交换法 让硬水中的钙离子、鎂离子 与阳离子交换树枝中的钠离子 进行交换 而变成含钠离子的软水 第1章 钙离子 感谢观看